大家好,我是昂格族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间谍加加9来打这个冲破城墙的地狱 就杀手在前面 杀手当队长,间谍当这个队长会触发这个战友和队长不一样 首先先洗剂 洗个回合,让他们大概有跳就可以了 最主要的就是这几样的机构了 安妮亚其实如果你要开,其实要开的话也是可以的 安妮亚开下去就多时间一点点 跟这组一样,就是 其实安妮亚发下去就是无限排阶 其实还好,就是照打就对了 其实几乎都跳起来了,就差不多OK了 这里的话就把安妮亚开下去了 因为它的主动技能本来就是无视这个 固定连击灯,所以它基本上都是可以 在应该是OK的 只要这边有注意就是要起手族那边有注意哦 因为你起手的猪如果是火木岸的话 基本上它就会破坏版面 像这个的话OK,我们就 稍微洗多一个回合啦 洗多一个回合,其实是洗到这个跳就可以了 有力跳就可以了,所以 一样啦,要小心啦 就是一摸到它就会那个 它就会转 所以一不小心摸多了就惨了 OK,这个是1234567 这边理想的话OK 就是因为它讲开三次它会 它可以反回去,所以我基本上 我是要开 这个追打,其实这个追打四次就够了 其实不要开也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基本上那个谁 所以这个要把它的炉到不行了 才把它变成死 不然的话一不小心 它就会破坏所有的版面 其实杀手的话基本上它会追 它自己会追四到五 但是为了保险它是把这一个 普通版的这一个杀手 给一些拍掉去 这样子的话攻击力会 其实已经很够了 然后刚刚好这边的话 呃,记得齁 要再一次的炉一炉 这个要把他炉一下 然后才变成这样子 其实如果要无事的话 反手是要直接把杀手开下去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 现在就 这样子吧 简简单单的 这只第一集真的是偏简单 它的这个 它的一个极限啊 没有很高 所以这个时候要再吸回去 就随便啦 只要有到就好 只要有到就好 这时候只要光属性的 这个跳就可以了 就是我要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跳 因为我照着我们再开 OK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 剩下一个吸 OK 这个是全消 这个盾 这个 OK 要小心 其实没有无事燃烧 所以还是排 之前我在自己在试用的时候 就是 没有感觉到可以无事 去直接 烧死 可以这组最大的问题 就是玩玩玩一下就会忘记说 会露珠出来 会露珠出来 会露珠这个 关玩具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还好 所以 需要 需要 需要的话 先把需要的这个时候 就要注意 其实玩酒就会灌了 我刚才 我刚才是玩酒了 我就开始会习惯了 只是 你没有玩酒 你就要小心 OK 所以 这个到了这里 这里 其实就是 呃 应该说 有的都是开下去 呃 基本上 把 这个开下去 杀手开下去 伏血开下去 呃 其实开完啦 一步一伤 然后 复制反面 OK 所以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套路 把这个拉一拉 然后把这个三个拉开 OK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把这个 开下去 狗狗开下去 OK 这个彭德开下去 是要无视 他的这个工钱 对吗 然后把杀手开下去 是要造成的二小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 就是 就是不要把 不要把这个 二小版面破坏掉 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 所以尽量就把他那个 那个杀手的那一个武器 可以消他就消掉他 如果怕他其实是可以开人客 可以开人客 可以开人客 就一眼尺 因为我带的手 通往人客 好 好 直接 这样子就有头尾和那个三属的这个 很久